接著我們開始就要教所謂的感應起電 但教他之前要先講的東西 就是我們當會要先教靜電感應 然後會教感應起電 然後會教接觸起電 還有一些以前有考的現在 沒有不太會考的那個驗電瓶 還有一個什麼幾個球擺在一起 做一些事為你代電的東西 這些所有這些題目的基本做法 就是四件事 第一,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吸 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吸 這個我們學過了 第二,真正會動的是負電,自由電子 真正會再移動的是負電,自由電子 第三,接地的時候 沒人疼,沒人愛的 不被吸引的會消失,會不見 接地的時候,沒人疼,沒人愛,不被吸引的會不見 這個是讓你方便知道誰會不見用的 最後,導體的電荷會均勻分佈 導體電荷會均勻分佈 從此之後我們所教的內容 你的判斷,你的想法,你的理解 就是四件事情 一,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吸 一,二,真正會移動的是自由電子,是負電 三,接地的時候,不被吸引的會不見 沒人疼,沒人愛的會消失 第四,導體電荷會均勻分佈 我們就用這四件事情來思考,判斷 此後,我們會教你的事情 考試可能會考的題目 就這四件事情判斷,請你理解 其實也蠻好記的 蠻好記的,很容易知道 OK,這四件事情,希望你知道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叫靜電感應 就是當一個帶電體靠近一個導體的時候 導體的自由電子,因為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吸 所以就會來一個分佈不均勻的狀況 而使了兩端會有帶電的現象 這個稱之為靜電感應 像這樣子,近端會升異性電 遠端會升同性電,為什麼? 因為異性電會相吸,同性電會相似 把它吸過來,把這個趕走 所以這兩端的帶電量是相同的 電性是相反的 電性是相反的 像這樣,我們把東西靠過來 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吸 所以呢,我震的靠過來 負的就會被吸過來,這個就會被趕走 這樣講法比較簡單,你比較容易理解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震的被趕走? 不是,這樣是怎麼樣? 負的被吸過去 遠遠的負被吸掉了 所以遠遠就變成所謂的震 這邊原來靜的地方,本來是電中性 負的跑過來,所以變成負 實際上只有負電在動 但是我們講法上 容易上我告訴你說 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吸 所以,異性電靠近端,同性電靠遠端 就是近電感應 所以它會帶電 那麼,所以它會帶電 是因為正負電荷的分佈不均的關係 分佈不均的關係,所以它會帶電 好,那當然你如果靠的越近 帶電量就會怎樣? 越多,會越多,越多 好,但是它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啊? 那如果你把它拿走了 它又回來了,對不對 所以它有沒有真正的使動性帶電? 沒有 它並沒有真正的使動性帶電 它只是一個暫時一時的現象而已 暫時一時的現象而已 就是所謂的靜電感應 帶電體靠近導體的時候 近端生異性電,遠端生同性電 電荷物音的現象 這稱為所謂的靜電感應 OK 它就是分佈不均 然後沒有創出額外的電荷 然後一開就又恢復不帶電的狀況 恢復不帶電的狀況 它並沒有使它真正的會帶電 所以這沒有真的使東西起電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是真的會使它帶電的 OK?可以嗎?可以 就是剛才的靜電感應動畫再看一次 靠過來 同性電相似,異性電相吸 所以近端生,異性電,遠端生 同性電,一時的分佈不均 好,有兩邊有帶症有帶負 可是把它拿走之後 還有恢復成原狀 就不帶電 所以靜電感應並沒有真的使東西帶電 就跟你說明什麼叫做靜電感應 可以